哈囉大家好我是蘋果爹 那今天的蘋果爹快棒 我們就來講兩個這個禮拜最重要的消息 第一個就是AirPods Lite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iPhone 9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來講AirPods Lite的部分 這個消息是從DigiTime流露出來的 如果我們知道DigiTime過去的紀錄來講 它的準確率其實算蠻高的 有很小的可能性會失誤 大部分失誤都只是在推出的時間點上面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產品呢 他們說會是比現有的AirPods Pro在第一階的 那可是它還是會提供降噪 或是通透模式在裡面 那這可能性我覺得或許還是有可能啦 因為這個技術都已經開發出來了 那如果把它下放到第一階的 可能說降噪的功能第一級 或是通透的模式沒有像Pro那麼好 價格低一點我覺得很多人都可以接受 第二個我覺得有可能的關係 是因為他們先前所預測推出的時間點 是在7月左右 當然現在因為肺炎疫情的影響 可能會向後推 7月這個時間點我就覺得蠻合理 因為7月在美國其實就是將近接近Back to School的時間 那什麼是Back to School呢 好那今天就是英文小教室 Amazing! Back to School就是開學 那他們高中啊 他們一般學校大學可能晚一點點 但是都是大概8月初8月中左右開學 所以很多產品啊 就是在這個時候會有大特價 或是特例去推一些不一樣的產品 專攻學生的族群 Surprise!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如果推出一個價格比較低的 AirPods Lite 我是覺得蠻合理的 那整個產品線會怎麼去規劃呢 第一個可能就是可能會去取代現有的AirPods 這個就是變成AirPods 那再來就是AirPods Pro 那另外可能性就是現有的AirPods 還是會在 但是它的價格就會再向下降一點 可能大約160塊美金左右 那AirPods Lite會到199塊美金 然後AirPods Pro當然就是250塊美金 那如果這樣產品線規劃 我覺得是還蠻有可能的 因為AirPods是一個這麼成功的產品 如果再推出一個可以再深入市場一點 以Apple整體的策略來說 我覺得是蠻聰明的一個選擇 好那其實我也有講過 我個人最喜歡的AirPods設計 就是一代那樣子 那我會希望增加的功能就是 有一代的舒適性 然後再增加可能說通透模式 對我而言這樣就夠了 因為我沒有什麼在坐飛機 我沒有什麼在通勤 所以對我而言 我覺得這樣就是一個最完美的AirPods 好那我們再來就來講 iPhone 9 的部分 那有間諜照流出來 可信性這個我就不知道是多少 可是如果你仔細去看 如果iPhone 9真的長成這樣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期待的 它整體的設計就是比較像 先前iPhone 4 到iPhone 5 之間 就是旁邊是比較方一點的 那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那個是設計最好看的一代的iPhone 那如果iPhone 9 推出開始有這樣的設計 那很有可能iPhone 12 就也會是這樣的設計 那我個人是還蠻希望看到這個改變的 整體在手握感上面會不會差一點 或許是吧 可是如果你要裝一個皮套 或是Case在上面的話 我覺得那整體來講也不會差太多 離推出的時間越來越近 那他們現在說又有可能再往後延一點 當然也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那可能買來給家人啊 或是小孩子啊 長輩拿來讓他們主要使用的手機 那以它399美金的起價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非常合理的價格 也很容易切入市場 好 讓我知道你們怎麼想 然後在下面留言 不管你們對AirPods Lite 的看法 或是對iPhone 9 的看法 然後記得留言讓我知道 好 那今天的快報就在這邊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囉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支影片見 Bye